曾经江湖有这样一个传言 说如果哪个男的敢患上猴子的睾丸 不仅能重振雄风还能返老还童 相信现在大多数人对这种说法 当然都是嗤之以鼻 都觉得猴子的这个睾丸是外来物 会跟身体产生排异反应 这个人患上的话那肯定是活不了的 所以就更别提什么重振雄风返老还童了 那肯定都是瞎扯的 但还是那句话 我们认为的真理往往是对我们的一种束缚 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有没有人去实践以上这种事情呢 还真有 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咱们的双标大王康有为了 没错就是那个引领了戊虚变法 摆入维心的康有为 这康有为双标起来呢 就连他门下那些弟子都看不下去了 曾经他的弟子陆乃祥在《南海先生传》中就说 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 以成一夫一妻之功而以无子力切 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 日言人类平等而好意弊谱 凡此皆若甚相反者 这波对康有为的评价可谓是一语中低 入目三分 那这里面也提到啊 这个康有为年轻的时候就是极力主张 一夫一妻之的 结果人到中年呢 他仿佛就变成了他年轻时候最不想成为的那个样子 变成了一个妥妥的少女收割机 而且还专挑那种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下手 他甚至在六十二岁的时候 还娶了一个二十岁不到的老婆 那这个老婆呢 已经是他的六方了 即便如此呢 他还是经常的出入风月场所 而且呢还十分的高调 曾经一度带着这个青楼女子在西湖游玩的时候呢 还趁心做事上来就是 男装西子犯西湖 我亦飘然犯大夫 就是把妓女比作了西施 把自己呢当作了犯离 这下直接把当时的整个文坛都给整无语了 然后呢恰逢此时啊 又从欧洲来了一波医生 天天哽在报纸上打广告啊 说他们有能让人返老还童的手段 其一呢就是给人打针注射 也就是说注射的就是那种 豚鼠啊或者狗啊猴子啊 睾丸当中这种提取物 这个呢其实就是当时在欧洲风靡一时的 布朗塞加尔氏长生不老药 其二呢就是切开身体啊 然后移植上猴子的睾丸 据说此种方法是出自一个叫 塞尔基沃罗诺夫的俄国医生之手 他当时从医之余呢 还从事大量的移植研究 他就在实验当中发现 这个不同物种之间的 就是这种一种移植啊 比同种物种之间的移植 它的存活率要高 并且呢他也十分坚信 只要把健康的这种性腺组织 植入到老人体内就能妙手归春 然后在1915年的时候呢 他在法国碰到了一个 有智力障碍的年轻患者 这一次呢他就决定啊 验证他的这个理论 于是他就直接把黑猩猩的甲状腺 植入了这个年轻人的体内 最后经过一年时间的观察 他发现这个年轻人的智力居然恢复了 这次的成功让他在一种移植的 这条路上是越走越远 期间呢他还用马做实验 就给马移植了一个年轻的睾丸 还成功让老马回春 后面呢他就直接开发出了 他的猴子睾丸移植疗法 就把猴子的睾丸切下来一薄片 然后呢缝进病人的体内 那很多患者呢 在术后都表示自己年轻了很多 而且各方面的机能啊 都有所提升 但是接受移植的康有为 好像并没有这么好运啊 那根据当时上海金报 刊载过一篇名为 《圣殿记》的文章来看 这个康有为当时确实是找过一位 德国医生做过返老还童的手术 再加上此后呢 没过多久啊 康有为便在家中蹊跷流血而亡 不免让人怀疑 这个是移植了猴子睾丸 所产生的免疫排异反应 所造成的后果 那现在主流的学者呢 基本上都认为 以前那些移植猴子睾丸片的 然后状态变好的人 都是心理作用 是安慰剂效应 但现在呢也有人觉得 把所有的好疗效 正面效果啊 全部归结为安慰剂效应 是不是有些草率了 有没有可能一种移植啊 它还真的有一些疗效在里面呢 要是要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啊 中国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 那就是打鸡血 我们现在说一个人很亢奋啊 就说这个人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个说法呢 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叫 于昌石的医生 他声称自己注射鸡血 已经长达五年之久了 并且还发现了24种疗效 像什么高血压 偏瘫 不孕不育 牛皮血 脚气 脱缸 痔疮等等 这些都能通过打鸡血来预防和治疗 并且注射完鸡血之后 这个脱发的情况也变好了 精神也绝硕了 视力也增进了 抵抗力也变强了 面色红润 不怕冷 心欲旺 并且睡眠也变好了 大便通畅 更是平时也没有任何的疾病困扰 那一时呢 搞到各个单位 有病无病的人 都纷纷拎着大公鸡 跑去医院排队打鸡血 当然打鸡血呢 也要节制了 当时给出的建议是 每打一次就差不多几十毫升到一百毫升的这个鸡血 每周呢 最多打一次啊 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也知道 这个打鸡血的结果 就是被禁止了嘛 那其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 这个异性蛋白过敏性血清反应的存在 也就是说 它会造成人体的这个免疫排异反应 严重的就会造成人死亡 虽然这个东西被禁止了 看着好像很离谱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没有效果 它是真有效果 就是最明显的呢 就是打了以后 精神亢奋 对吧 你的所有疲劳感啊 一瞬间就消失了 那对于这种现象呢 目前的解释就是 打鸡血以后 你的身体啊 它进来了一堆异物 然后马上就开始产生应激反应 然后你整个机体呢 就亢奋了 虽然此刻亢奋了 但是事后呢 肯定还是有一些后遗症的 比如说消耗了很多能量 你就要试吃或者试睡 那至于打鸡血产生的其他 特别生气的效果呢 又被很多人归结于 安慰剂效应 心理作用 但显然这个说法 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有的人呢就认为这个鸡血当中啊 它其实是存在一些 和现在一些药物成分 类似的物质 比如说激素啊 抗体之类的东西 就像为什么之前那些人 把这个从动物稿纹当中 提取的液体注入身体之后呢 会产生一定的效果 那可能就是因为 稿酮素产生的效果 那还有一种说法呢 认为这个长期坚持 给身体注射鸡血 看似每次都会产生排异反应 是在损害身体 但实际上呢 则是在锻炼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 这个人体呢 它真的是有一个 特别贱的属性啊 就是欠月 你想练就一双 无间不摧的铁砂掌 你就得长期让你的手 被这个铁砂 疯狂的摧残 疯狂的损害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的这双手 每一次愈合 它都会比之前强上一分 其根本原因呢 就是每一次伤害它 都是让这个手上的这些骨细胞 变得越发的兴奋活跃 越虐它 它就越兴奋 它下次呢 就会产生的更多 表现的更好 然后你这个手的骨密度啊 就会变高 骨骼之间的这种细微结构呢 也会得到优化 从我们直观感觉来看 就是这双手变得更硬了 能承受的冲击力 打击力就会更强 所以如果有人 他的身体能够承受 打击血带来的排液反应 那么长期打击血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这些好事可能因为别人受不了 而彻底与他失之交臂了 哎 这个呢 就让我想起了最近社会上 让我觉得很不爽的一件事情 就总有一些家长跳出来 举报这个少儿不一 那个血腥暴力 我们现在看个动漫 看个电影呢 都是缺精少量 整个剧情呢 都是不完整的 那玩个枪战类的游戏呢 连个血迹都看不到 连个红色都见不了 前段时间那个要点修订也是 只要看到哪个中小有点毒性 就直接限制或者禁用了 就咱们喊了这么长时间的 因才失教 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 最后就因为 它不适用于某些人 就因为这些人呢 还真就来了个因人城市了 也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啊 人们才会发现 以上做法 纯属因小时大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